5月1日,11位上海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白衣战士脱下战袍 穿上了洁白的婚纱与鼻挺的西装 牵手最爱的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当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人机医院 为10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10位新娘和一位新郎是上海市第8批人机医院第3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消化科医生陆军涛与丈夫胡庆祥是大学同学 陆军涛表示,能够奔赴武汉抗疫是幸运 这次疫情不但让他看到了中国民众团结抗疫的巨大力量 也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丰富了人生阅历 作为一个年轻医生能够为中国抗疫,就是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荣幸,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在武汉期间,只要有空,陆军涛和胡庆祥就会视频连线 两人常常做着各自的事,却一直开着视频 胡庆祥说,只要开着声音,他就会觉得安心 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加珍惜两人之间的感情 那你以后会怎么对他呢? 当然是多争担一些家务,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经过六年爱情长跑的90号护士 李一和妻一夫在婚礼上秀成了正果 包抚武汉抗疫,两人果断决定退迟婚期 在武汉期间,李一先在雷神山医院的普通病房 后期又转站ICU病房 他深深感悟着作为护士的职责和价值 我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护士的职责和价值感的提升 就是人一定要善良 你自己给予别人温暖 然后别人也同时会给予可能更多的温暖给你 新郎七一夫告诉记者 爱人逆行抗疫 他在后方默默祈祷疫情尽快得到控制 他说得知爱人承受了巨大压力 他十分心疼 他比较需要人的关爱嘛 对吧 所以我会每天打电话给他的 我这个人他不太会讲故事 但是我比较会讲冷笑话 反正平常调动都要用他的情绪 让他舒缓一下 95号护士夫妻周灵毅和于金海的领证和婚礼计划被疫情叫停 两人转而共赴武汉抗疫 期间雷神山医院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战地婚礼 回到上海 两人解除隔离观察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登记结婚 今天祝灵毅如愿穿上了纯洁的婚纱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以后更加的克服所有的困难吧 就是能更加的包容彼此 然后平平淡淡的就行了 感谢观看